事情还要从2011年的7月22日说起 南昌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接到举报 南洋花园有一栋别墅 一些异常的情况令人怀疑 晚上上班 白天出去 然后平时这个屋子也是紧闭的 窗户都做了那个防透措施 在外面看不到里面的动静 一到晚上就那个灯火通明 好好的窗户 为什么要遮得严严实实的呢 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 不想让外人知道呢 这栋别墅更加可疑的是 一到晚上就有大量穿着性感 衣着暴露的女子在别墅里进进出出 该别墅租入人龙某有重大的嫌疑 但是想要在不惊动犯罪嫌疑的情况下 进屋查看并不容易 他这个组织者是非常警觉的 他平时是房间门 他就是不会向陌生人开门的 包括那种表演者 他进门的时候都是敲门 然后通过里面那个喊话 然后里面出来开门 不过细心的民警发现 租住别墅的犯罪嫌疑人龙某 每天下午都会出门散步 于是8月26日下午5点左右 民警在龙某单独出门散步时 将其抓住 据龙某交代 他曾经离过两次婚 09年认识了现任的妻子 廖某 因为廖某以前从事过色情节目表演 他知道这条路赚钱比较快 他就跟龙某讲了自己的想法 两人一拍即合 就伙同另一女子吴某 共同开始了组织淫秽色情表演的活动 某在2010年7月份通过申请 获得了Ut视频网站的代理资格之后 就开始招聘年轻女性 从事淫秽色情表演 通过提供有偿淫秽色情表演服务 获取利益 看到警察破门 这些穿着暴露的女子们吓得惊叫了起来 有的女子来不及穿衣服 只好用窗帘遮羞 有的则干脆躲到了桌子底下 而在那些来不及关掉的视频网站上 充斥着各种色情固片和污秽的言语 经过清点 在现场一共抓获了9名从事色情表演的女子 以及龙某的妻子廖某和另一名组织者 警方在现场 除了缴获数台电脑和摄像头之外 还搜到了大量用于视频裸聊的情绪内衣 学生制服 护士制服的 为了金钱 让他们丢掉了廉恥心 为了金钱 他们忘记了伦理道德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案中 龙某不仅是组织者 同时 还让他自己的妻子廖某去做裸聊小姐 不仅如此 廖某还将自己两个亲妹妹也拉下了火坑 做起了裸聊小姐 其中一个妹妹今年才25岁 还没有出下 本来是做饭的 最后还是没有经受得住金钱的诱惑 曾经离婚过的龙某和廖某 各自有一个儿子和女儿 俗话说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于是记者问了这两个人同一个问题 为人父母 如果将来自己的孩子 也陷进了网络色情裸聊 那怎么办 龙某 廖某 吴某三人 因涉嫌组织淫秽色情表演 已经移送检查机关 审查起诉 其余九名色情表演者 已经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 这个案件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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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